翠華強國客,不用多港人整倍 翠華在茶記來說,價錢都算五星級 他們公佈香港平均每張單消費87元 內地更厲害 不用多港人整倍 翠華解釋說,因為國內文化 喜歡整班坑用嬌鬆吃飯 人頭多些,所以數字都看得大很多話 雖然近年內地經濟放緩 但期內銅店銷售有超過一成增長 我們的消費在國內來說 那個消費層我們反而是一路上漲 旺內地百兩吃得貴過茶記 還說在內地最受歡迎的 都是奶油豬等的港式食品 未來在國內還會陸續有分店開張 另外,公司說今年上半年 食材成本沒什麼上漲 短期都沒有加價壓力 那是不是不加價 其實是國外可能是 任務力資源的成本 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相信要看完這些 我們才能夠成功 會影響我們的價格 即是不敢包 本身也不便宜 如果真的再加價的話 學生還會不會繼續光顧 不會的 寧願茶餐廳 茶餐廳便宜多少 其實便宜一點 但我覺得比較好吃 他們呢? 就不是這樣看 都會的 如果你喜歡吃它的味道 其實你加價也會幫助它 短期有受影響 但長期也沒辦法 因為整個趨勢都是這樣加的 少一點 都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這麼天 又沒什麼地方可以吃的 人這班加價都說 會繼續幫上中心客人 公司說 香港在這個財政年度 還會開4至5間分店